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我的詩歌 我的拯救 你是我患難 終尋世的幫助 眾山醉洋圍繞 耶路撒冷 你必圍繞我到永遠 祝你是我力量 祝你是我高潭 艱苦還是我心靠你必不動搖 祝你是我力量 祝你是必難所 我的盼望只在乎你 我的詩歌 我的拯救 你是我患難 終尋世的幫助 眾生怎樣圍繞 耶路撒冷 你必圍繞我到永遠 祝你是我力量 祝你是我高潭 艱苦還是我心靠你必不動搖 祝你是我心靠你必不動搖 祝你是我力量 祝你是我高潭 我的盼望只在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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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是我力量 祝你是我高抬 艰苦还是我信靠你并不重要 祝你是我力量 祝你是避难所 我的盼望只在乎你 祝你是我力量 祝你是我高抬 艰苦还是我信靠你并不重要 祝你是我力量 祝你是避难所 我的盼望只在乎你 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现在奉顺父圣子圣灵的名 开始今天的敬拜 现在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 开始今天的敬拜 诗篇102篇25到27节 诗篇102篇25到27节 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 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 天也是你手所造的 天也是你手所造的 天地都要灭没 天地都要灭没 你却要长存 你却要长存 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 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 你要将天地如礼衣更换 你要将天地如礼衣更换 天地就都改变了 唯有你永不改变 唯有你永不改变 你的年数没有穷尽 你的年数没有穷尽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祷告后以主祷文继续祷告 祷告之后以主祷文继续祷告 万军之耶和华 万军之耶和华 创造天地的主 你的手托住宇宙万有 你的手托住宇宙万有 却以自己的形象造了我们 祂以自己的形象造了我们 因着对我们的爱 因着对我们的爱 从荣耀的宝座上下来 从荣耀的宝座上下来 道成肉身 道成肉身 并因着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并因着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用重架赎回来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用重架赎回来的 神配得我们齐心的敬拜和赞美 神配得我们齐心的敬拜和赞美 今天我们来到神的诗恩宝座前 今天我们来到神的诗恩宝座前 再一次把我们的罪摆在神的面前 再一次把我们的罪摆在神的面前 祈求神的赦免和怜悯 祈求神的赦免和怜悯 神啊赦免我们 神啊赦免我们 我们时常陷入罪中 我们时常陷入罪中 时常以自己的心意为念 时常以自己的心意为念 也许 或许 我们现在的状况正处于痛苦之中 我们现在的状况正处于痛苦之中 我们的经济 婚姻 事奉 工作 人际关系 等都处于挣扎之中 我们的经济 婚姻 事奉 工作 人际关系等 都处于挣扎之中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这就是逆转的时候 这个就是逆转的时候 这就是得胜的时候 这个就是得胜的时候 这就是提醒我们定精在神的身上 这个就是提醒我们定精在神的身上 神必要用这次危机来使用我们 神必要用这次危机来使用我们 建造我们 建造我们 让我们成为更多人的祝福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 要耐心等候 要耐心等候 神必要把我们从分堆中提拔出来 神必要将我们从分堆中提拔出来 让我们稳稳地站在磐石上 让我们稳稳地站立在磐石上 我们的口必要不停地赞美和颂养我们得胜的神 我们的口必要不停地赞美和忠扬我们得胜的神 感谢主 感谢主 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 阿们 阿们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遵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就我们脱离凶落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 使到永远 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早晨 各位弟兄姐妹早安 有两节的经文相信大家都很熟悉的了 有两节的圣经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第一节是在罗马书的五章第八节 第一节是在罗马书的第五章第八节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另外一段的圣经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 另外一段圣经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 那里说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 那边说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 这三样其中最大的就是爱 这三样其中最大的就是爱 愿我们得到这份爱的同时 愿我们得到这份爱的同时 别忘记与别人去分享 也不忘记与别人分享 我们一同唱这两首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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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Compete oldest 歌唱这两首诗歌 我要一同唱这些歌 我们一同唱这一首诗歌 我们一同唱这两首诗歌 让主爱充满生命 让主爱身头众教会 是我们先的故事 做主更新生命的年 是我们真知存在 让我们跟上主人们 心信尚爱 让我们分上之恩爱 让主爱充满生命 让主爱身头众教会 是我们先的福心 做主更新生命的年 是我们真知存在 让我们分上之恩爱 承信尚爱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 生爱的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 是在主的事工中 荣耀主和顺服处 今天要和弟兄姊妹分享一个题目 就是在主的事工中 荣耀和顺服心 我们先读一段经文 我们先来读一篇的经文 经文记载在 《出埃及记》四章 十到第十七节 经文记载在《出埃及记》四章十到十七节 摩西对耶和华说 主啊 我书日不是能言的人 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 也是这样 我本是着口笨舌的 耶和华对他说 谁造人的口呢 谁使人的口雅 耳聋 眼目 眼明 眼瞎呢 岂不是我耶和华吗 现在去吧 我逼赐你口才 只教你所当说的话 摩西说 主啊 你愿意打发随 就打发随去吧 耶和华向摩西法鲁说 不是有你的哥哥 列为人亚伦吗 我知道 他是能言的 现在 他出来迎接你 他一见你 心里就欢喜 你要将当说的话 传给他 我也要赐你和他口才 又要指教你们 所当行的事 他要听你对百姓说话 你要以他当作口 他要以你当作神 你守你拿着这帐 好行神迹 我们今天教会的主题是 来复兴我们的教会 今天我们教会的主题 是主要复兴我们 如果要复兴我们的教会 就离不开每一位弟兄姐妹 你们的参入 如果要复兴教会 就离不开 特殷子会 你们每一位的参与 因为这是一个教会事工 因为这是一个教会事工 是全体事工 是一个群体事工 是每一个人都必须参入的 一个伟大的事工 是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参与的 伟大的事工 大家都去参入了 大家都去参与了 我们的教会就发展了 我们教会就发展了 我们的复兴事业就有了成果了 我们复兴的事业就有成果了 可是参入侍奉也是一个挑战 但是参与侍奉也是一个挑战的 我自己很想起自己身边的里程 我想自己生命的旅程 一步一步走进侍奉主的这样一个行列 一步一步走进侍奉主的行列 也真的是不容易 也都真的是不容易的 就算侍奉的时候 也有打退堂鼓的时候 就算在侍奉里面的时候 也有打退堂鼓的时候 但是神是信实的 但是神是信实的 今天我们一起来从摩西蒙召的经历当中 今天我们从蒙西蒙召的经历当中 看神怎么样的呼召我们 看一下神怎么样呼召我们 也看我们怎么样预备自己来侍奉神 也看我们应该怎么样预备自己侍奉神 神呼召摩西是从山上的一团燃烧的火焰开始 神呼召摩西是从山上一滚燃烧的火焰开始的 有火焰可是草木并没有被燃烧掉 有火焰但是这些草木就没有被烧到的 然后有神的声音对摩西说话 有神的声音对摩西说话 你不要靠近 你不要靠近 你要脱掉你的血 你要脱下你的鞋 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 因为你站的是圣地 然后神就开始了对他的呼召的行程 然后神就开始对他呼召这个行程 神要呼召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神要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因为以色列人哀求的声音 痛苦的声音已经传到了神的耳中 因为以色列人痛苦哀求的声音 已经传到神的耳中了 摩西在蒙照的面前 摩西在蒙照的面前 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呢 他是一个怎么样的态度呢 他是拒绝的 他是拒绝的 他拒绝是因为他看自己的渺小 拒绝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是渺小 我凭什么去侍奉你呢 我凭什么来侍奉你呢 我还要站在法老的面前 我还要站在法老的面前 我是什么人竟然去见法老呢 我是什么人竟然间要去见法老呢 而且还要把以色列人带出来 不可能的 还要把以色列人带出来 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侍奉的第一个感受是不敢 所以他侍奉的第一个感受就是不敢 不敢去面对那么大的挑战 不敢去面对那么大的挑战 神回应他 神就回应他了 我必与你同在 我必与你同在 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 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 你们必站在这山上侍奉我 你必站在这个山上侍奉我 这就是我打帮你去的证据 这个就是我打帮你去的证据了 神说我必法老大 神说我必法老大 我是万王之王 我是万王之王 我是你祖先的神 我是你祖先的神 我与你同在 我与你同在 你不要怕 你不用怕 可是摩西 他又有理由了 但是摩西又有理由了 他又找理由去拒绝神 他又找一个理由来拒绝 就算是我不怕在法老面前 就算我站在法老的面前 可是我也不敢去面对以色列人 我都不敢去面对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会问我 以色列人会问我 是谁打帮你来的 是谁打帮你来的 是谁叫你来领导我们的 是谁叫你来领导我们的 他们一定不相信我 他们一定不相信我的 摩西一直在拒绝神 摩西再一次地拒绝神 所以神告诉他 所以神就告诉他 他们听了 我是那位自有永有的神 我是自有永有的神 是我打帮你去的 是我打帮你去的 你就这么告诉他们 你就这样告诉他们 我是你们祖先的神 我是你祖先的神 亚伯拉罕的神 是阿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雅各的神 你不要怕 你不用怕 可是摩西还是要找理由去逃避 但是摩西仍然要找理由去逃避 我说了这话他们就相信吗 我说这个说话他们就信吗 我说我是你派来的 他们就真的就会相信我吗 我告诉他们听 我是你派来的 他们就真的信吗 所以摩西就对神说 所以摩西又对神这样说了 他们必不信我的 他们一定不信我的 也不听信我的话的 他们都不会听我说的 必定跟我说 以后话并没有向你显现 他们一定会跟我说 以后话没有向你显现 他们会说我说大话 他们一定说我是说大话的 说我是一个欺骗者 一定说我是一个骗人的 所以说摩西真的是 没有信心去完成这个使命 所以摩西真的是没有信心 去完成这件事情 在被选到面前 真的是非常软弱 在被选招的面前 他真的很软弱 神就应许他 神就应许他 我现在让你具有神迹的能力 我现在要令你有行神迹的能力 他们看到你所行的神迹 他们就会相信你了 他们看到你行的神迹 就会相信你了 所以耶和华神就让摩西 把他手上的杖扔在地上 所以耶和华神就让摩西 手上的杖扔在地上 一到地上就变成一条蛇 一到地上就变成一条石 神让他抓住那个蛇的尾巴 神就让他抓住那条蛇的尾巴 又变回来 又变回来那条杖 这是真的是非常巨大的神迹 这是一个巨大的神迹 他说如果看这个神迹 他们还不相信你 如果他们看见这个神迹 还不相信你的话 第二个神迹他们一定相信 第二个神迹他们一定相信 他就让摩西把手插在自己的怀里 他就要摩西把手插在自己的怀里 然后从怀里抽出来 从怀里伸出来 哇 长大麻风了 哇 删这个大麻风 这个摩西就害怕了 摩西就害怕了 神说不要怕 神就说不用怕 你再把你的手放回去 你再把你的手放进去 然后再拿出来 又再拿出来 哇 原来富豪如初 就好像恢复如初一样 这是多么巨大的神迹 这个又是多么巨大的神迹 第一个蛇的神迹 第一个蛇的神迹 表明神是掌管自然的 表明神是掌管自然的 第二个神迹 第二个神迹 表明神是掌管生命的 是表明神掌管生命的 神还应许他说 神还应许他说 如果他们还不相信你 如果他们还不相信你 你可以把米多河的水打起来 你可以把尼罗河里面的水 你打上来 泼在地上 泼在地上 那它马上就变成了血 他们马上就会变成血了 就算这么大的神迹 就算这么大的神迹 摩西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信心 摩西仍然没有建立起自己的信心 表现得特别的怯弱 他表现得特别的脆弱 他就跟神找理由 他又跟神找理由说了 主啊 他说主啊 我素日是不能言的人 我素日是不能言的人 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 就算你和伯仁说话之后 也是这样啊 都是这样的 我本来是做个笨蛇的 我本来就是去口笨蛇的 耶稣祂你没听到我吗 你没听到我说吗 我跟你说话也是结结巴巴的呀 我说话都是哩哩哩的 我怎么能够跟别人去说说你的话语呢 我怎样能够向别人来说说你的话语呢 这个神非常有耐心 神非常有耐心 神也非常有忍耐 神也非常有忍耐 神知道人有软弱 神知道人有软弱 特别理解摩西内在的这种虚弱 特别理解摩西里面的这种虚弱 就对他说 就对他这样说了 谁造人的口呢 谁造人的口啊 谁造人口哑 耳聋 耳聋 木鸣眼瞎 木鸣和眼瞎呢 岂不是我耶和华吗 岂不是我耶和华吗 现在去吧 现在你就去吧 我必赐你口才 我必赐你口才 教你所当说的话 叫你当说说的话 神说应许他吃他口才 神就应许赐给他口才 让他说话流利 让他说话流利 满有神的能力 满有神的能力 按道理说神答应了他摩西一切的要求 按道理说神答应了他摩西一切的要求 让他能够足够的能力证明自己是谁 有足够的能力去侍奉神 有足够能力去侍奉神 摩西到这个时候被逼到一个角落去了 但是这个时候摩西被逼到一个角落去 他自己感觉是这样 他自己的感觉是这样 好像无路可逃一样 好像就是无路可途了 他就对神说 他就对神这样说 你愿意打发水你就打发水去吧 你愿意打发谁你就打发谁呢 意思就是反正我就是会去的 意思就是反正我就是不会去的 你叫别人去好了 你叫别人去吧 他这句话 他这句话 产生了一个严重的后果 产生了一个严重的后果 以奥华向摩西发路 又说向摩西发路 以奥华向摩西发路 又说向摩西发路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这是一个很重大的事情 我们在圣经当中知道 我们在圣经里知道 刚才我们也说了 刚才也说了 神是有理解的 神是有理解的 有忍耐的 是有忍耐的 有温柔和怜悯的 除非记三十四章六到七节也这么说 除非记三十四章六节也这么说 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 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 耶和华是有怜悯和恩典的神 耶和华是有怜悯和恩典的神 不轻易发路 不轻易发路 有丰富的慈爱和诚实 有丰富的慈爱和诚实 既然不轻易发路 既然间不轻易发路 为什么在自己选招的仆人 摩西面前发路呢 难道是他忍耐不住吗 难道是他忍耐不住吗 难道是他被击露了吗 难道是他被激怒吗 难道神有这样的弱点吗 难道神有这样的弱点吗 我们来在圣经当中来思考一下 我们在圣经里面来思考一下 神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发路 神在什么情况之下会发路呢 神真是不轻易发路的 神真是不轻易发路的 只当面对他自己所爱的人犯罪的时候 他会发路 直至他面对他所爱的人犯罪的时候 他才会发路的 我举两个事例 我要举两个失礼 第一个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 第一个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 摩西到希腊山上去领受神的教诲 摩西在西乃山上领受神的教诲 并且领受神的教诲 并且领受神的教诲 因为很长的时间没下山 因为很长的时间没下山 以色列人就开始慌张了 以色列人就方方正常了 他是不是把我们丢到这个地方自己跑了 他是不是把我们丢掉了自己就走了 那是不是我们要来请一个神来带领我们 是不是我们要请一个神来带领我们 他们就把金子捐献出来 他们把他们的金器捐献出来 就做了一个金流毒 就铸造了一个金牛毒 来作为神的偶像来带领他们 来做一个偶像来代替他 神对他们非常愤怒 神就对他们非常愤怒了 有震怒引到他们 这个震怒临到他们了 还有一个例子 还有一个例子 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到尼泊山下 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到尼泊山下 马上就要过约旦河了 马上就要过约旦河了 摩西就在十二个支派当中选择十二个探子去打探加南地里面的情况 摩西在十二支派里面选择十二个探子去打探加南地了 十二个探子后来回来 十二探子就后来回当里 向以色列人报告 向以色列人报告 那个地方真是流泪如蜜的好地方 哇 这个地方真是流泪与蜜之地 但是那个地方的人非常强大 但是那个地方的人很强大 我们在他面前就被消化掉了 我们在他们的面前真的会消化了 我们去送死 我们去送死 这个这么一说 这样一说 以色列人大发怨言 以色列人就大发怨言 非常的软弱 非常的软弱 苦好遍野 哭好遍野 所以摩西因此非常的愤怒 不因此摩西非常的愤怒 神也因为以色列人的不信实 也非常愤怒 神也因为以色列人的不信实 是非常的愤怒 所以不让他们进加南地 所以就不让他们进入加南地 让这一代人死在旷野 让这一代的人死在旷野 因为他们没有信心 因为他们没有信心 所以四十年在旷野飘离 所以四十年在旷野里飘流 所以神发怒的时候都是有原因的 所以神发怒的时候都是有原因的 都是因为人有意的犯罪 都是因为人有意的犯罪 什么是罪 什么是罪呢 保罗在罗马书里面 阐述得非常清楚 保罗在罗马书里面 讲得非常清楚了 自从造天地以来 自从造天地以来 神的用人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虽是眼不能见 虽是眼不能见 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 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 教人无可推威 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 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 却不当作神荣耀他 却不当作神荣耀他 也不感谢他 也不感谢他 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 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 无知的心就昏暗了 无知的心就昏暗了 这就是罪 这个就是罪 明明知道有神 却不去敬畏他 却不去敬畏他 这也就是摩西他的生命当中的那一段经历 这个就是摩西生命当中那段的经历 他刚开始的时候并不认识这个神 他刚开始的时候并不认识哪一位神 但神告诉他是谁 但是神告诉他他是谁 然后神也让他去经历神的大能 这样神也让他经历神的大难 经历神的歧视 经历神的歧视 神迹 神迹 他经历了神 他经历了神 却不去荣耀神 却不去荣耀神 却不去顺服神 却不去顺服神 还对神说出那样的贝利的话语 还向神讲出这种背契的说话 这就是摩西的犯罪 这个就是摩西的犯罪了 他的软弱 他的软弱 他对神的抵挡 他对神的敌党 导致了神的愤怒 导致了神的愤怒 但是神依然是有恩典和怜悯的神 但是神依然是有恩典和怜悯的神 不因为摩西的软弱而离弃他 不因为摩西的软弱而离弃他 虽然对他发怒 虽然间对他发怒 还是在鼓励扶持他 但是仍然鼓励扶持他 所以耶和华神说 所以耶和华神说 不是有你的哥哥那位人亚伦吗 不是有你哥哥那位人亚伦吗 我知道他是能言的 我知道他是能言的 现在他出来迎接你 现在他出来迎接你 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 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了 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 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 我也是你和他口才 我有一次你和他口才 又要指教你们当行的事 又要指教你们当行的事 他要听你对百姓说话 他要听你对百姓说话 你要以他当作口 你要以他当作口 他要以你当作神 他要以你当作神 神为了给摩西铺平侍奉的道路 神为了给摩西铺平侍奉的道路 首先为他选择了一个美好的佩大伙伴 首先为他预备了一个美好的佩大伙伴 就是他的哥哥亚伦 就是他的哥哥亚伦 神真的是非常细心的一个神 神真的是非常细心的一位神 以色列当中有那么多一个能力的 以色列人里面这么多有能力的 为什么要当然选择亚伦呢 为什么偏偏要选亚伦呢 亚伦是跟摩西一起长大的 亚伦是跟摩西一起长大的 虽然摩西后来成为了法老公主的养子 所以现在摩西后来成为法老公主的养子 大家知道他的母母就是他自己的亲生母亲 而且他是在乳母的身边长大的 而且他在这位奶妈身边长大的 那当然他哥哥也在他身边 当然哥哥也在他身边 所以说他跟哥哥有深厚的兄弟情义 所以他的哥哥跟他有一个深厚的兄弟情义 兄长能够托出弟弟 兄长能够托出弟弟 兄长和弟弟的这种情感交流 会比别人更加丰富一些 兄长和弟弟的这个心灵交流 会比别人更加的强 而且哥哥是有口才的 而且这位哥哥是有口才的 所以说神为摩西做了第一个事情 就是预备了一个美好的帮手 所以神为摩西预备了第一件美好的事情 就是这个美好的帮手 第二个确定他们之间的责任和地位 第二个就是确定他们彼此之间的责任和地位 你要以他当作口 你要以他当作口 他要以你当作神 他要以你当作神 亚伦是佩打你的 亚伦是佩搭你的 他是辅助你来做工的 他是辅助你来做工的 他是你的出口 他是你的出口 他代表你对外面说话 他代表你对外面说话 但是你是代表我的 但是你他是代表我的 你是我的代表者 你是我的代表者 你以他为你的仆人 你是为你的仆人 所以这就是这句话的意义 所以就是这句话的意义了 确定他们在 以色列的民族当中的关系 我们也看到了以色列以后在旷野当中 摩西和亚伦之间的地位和责任 我们也看到一后在摩西和亚伦 在以色列人当中的关系和地位 虽然是哥哥对摩西要顺服 虽然是哥哥 但是对摩西是要顺服的 然后神再次提醒他 然后神再次提醒他们 你要把这个杖拿到手中 好行神迹 这是神同在的一个表证 这是神同在的一个表证 神随时可以通过这个杖 把神的同在表达出来 神随时可以透过这个杖 来表明神的同在 所以说摩西出去不是他自己出去 所以说摩西出去不是他自己出去 他只是代表神再出去 因为神与他同在 因为神与他同在 所以神随时通过他 可以把他的能力表达出来 所以神随时通过他 将他的能力表达出来 当然我们以前也说过了 当然我以前也说过 摩西也有了口才 摩西也有了口才 有说话的能力 也有说话的能力 能够流畅地表达神的心意 能够流畅地表达神的心意 所以神为摩西预备了一个美好的侍奉的环境 所以神为摩西预备了一个美好的侍奉的环境 也预备了摩西一个美好的侍奉的生命 也预备了摩西侍奉美好的生命 来见证和荣耀神 来见证和荣耀神 并且表达他生命当中的神 也表达他生命当中的这位神 让神坐在他的生命当中 让神住在他的生命当中 神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出来一起 神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的人出埃及的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回顾一下摩西他蒙昭的时候的生命的经历 好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来回顾一下摩西蒙照的生命的经历 那么我们今天来试下这段经文 那今天我们要试上这段经文 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呢 又对我们有什么的看法呢 我盼望就是我们能够像摩西一样 走上这条侍奉神的道路 我盼望我们能够好像摩西一样走上这条侍奉的道路 第一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第一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主对我们的使用和拆牌不需要我们同意 主对我们的使用和拆牌不需要我们去同意 神决选摩西不需要摩西说yes 他简选摩西不需要摩西说yes 摩西想说no 或者摩西说no 神就一步一步地把他带到yes的道路当中去 神就一步一步带领去到yes的这个地步里面 神选择了谁就是谁 神选择了哪一个就是哪一个 神不需要我们同意 神不需要我们同意 我们不同意 神又会带领我们走上私奉的道路 我们不同意 神都会带上我们走上这条侍奉的道路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大使命的当中 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 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你们都是蒙招者 你们都是蒙招的 因为大使命是对每一位弟兄姐妹所说的 因为大使命是对每一位弟兄姐妹说的 主耶稣大使命是呼召我们所有的人来侍奉他的 主的大使命是呼召我们每一个人来侍奉他的 神没有要摩西同意 神不需要摩西同意 主耶稣基督也不需要我们同意 主耶稣基督也不需要我们同意 我们是被蒙招的人 我们是被蒙招的 我们已经被蒙招了 我们已经是蒙招了 我们就要去侍奉他 我们就要去侍奉他 第二个 神呼召的人就是他相应的恩赐和能力 神呼召的人就赐给他相应的恩赐和能力 摩西觉得自己没有恩赐 摩西觉得自己没有恩赐 也没有能力 也没有能力 神就加给了他 神就加给他 赏赐给他 赏赐给他 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也是一样的 我们要侍奉神 我们也会有软弱 我们侍奉神 我们也会有软弱的 但是你要去侍奉神 但是你要侍奉神 神一定会加给你相应的能力 神一定会加给你相应的能力 在你的生命之前 在你的生命之前 你思想一下神有什么样的预备 你思想一下神有什么样的预备 你有哪方面的能力 你有哪方面的能力 可以拿出来去侍奉主 你能够拿出来侍奉主 有的人有口才 有的人有口才 有的人会电脑 有的人会电脑 有的人思想上非常敏锐 有的人的思想很敏锐 有的人讲话的逻辑性非常强 有的人讲话的逻辑性非常强 这是不是都是神预备的能力呢 这个都是神预备的能力 都是可以拿出来侍奉神的 都可以拿出来侍奉神的 就算是你没有 就算你没有 你要侍奉 神也会加给你的能力 我最近在做一些教学的工作 我最近做一些教学的工作 有一个学员在美国 有一个学员在美国 他叫Andy 他叫Andy Andy以前是一个非常性格内向的人 Andy以前的个性 是非常内向的一个人 或者说可以用孤僻来说吧 或者我可以用孤僻来形容他 不喜欢跟人说话 他不喜欢跟人说话 他读大学四年他没有朋友 他在大学的四年都没有什么朋友 也不记得自己说过几句话 他都不记得自己说过几句话了 结婚也是一样 结婚也是一样 所以非常有问题 非常有问题 先祖之后 不信主之后 他知道自己要侍奉主 他知道自己要侍奉主 也愿意去传福音 也都要去传福音 可是他就是没有口才 但是他就是没有口才 他不会说话 他不说话 他讨告 他讨告 神啊 他说神啊 赐给我这样的能力 赐给我这样的能力 赐给我口才 赐给我口才 现在Andy弟兄非常有能力 现在的Andy弟兄是非常有能力的 说话非常流畅 说话非常流畅 因为他在我的班级里面 他在我的班级里面 我跟他有口头上的交流 我完全不相信他以前是一个不会说话的人 我完全不敢相信他以前是不会说话的人 Andy非常喜乐地跟大家分享 Andy非常喜乐地跟大家分享 这就是神赏赐我的恩赐 他说现在我就不想传福音不行 他说我想完全福音都不行 因为我的口 他就要崭开 因为我的口要张开 我就要说话 他就要说话 我要说的 就是荣耀神的话 我要说的就是荣耀神的话 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示例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示例 神会赏赐我们相应的恩赐来侍奉他 神会赏赐给我们相应的恩赐来侍奉他 第三个 第三个 神准备一些同工来跟我们配搭 神准备一些同工来跟我们配搭 耶稣丢着我们非常地怕 所以你不需要害怕 我怕承担责任 我怕承担责任 教会的事都不是一般的事 教会的事都不是一般的事 除了事都是得对神的 出了事情都会得罪神的 谁敢 谁敢 谁敢做 不要怕 不用怕 神会给你预为同工 神会与你同工 大家一起商量着办 大家一起商量 一起互相扶持着一起办 大家一起扶持一起去做 神怎么样给摩西配搭亚伦 神怎么样给摩西配搭亚伦 也会给你们每一位配搭相应的同工 和你们一起同工 也都给你们每一位配搭相应的同工 来一起同工 神不会让自己的教会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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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一起同工的时候 我们一起同工的时候 神就让我们的能力双倍地发挥出来 神就让我们的能力双倍地发挥出来 事奉更加好 第四个 神必加给我们属天的能力 神必加给我们属天的能力 使我们的能力与所承担的事工相配 不使我们的能力与所承担的事工相配 摩西担心自己没有能力 摩西担心自己没有能力 他的帐就成为神同在的象征 我们也会觉得我们没有能力 但是神当初对摩西的祝福 也会祝福到你身上去 我也特别感谢神 其实我是一个特别没有能力的人 其实我是一个特别没有能力的人 我自己真是有很多不好的见证和软弱 我自己有很多不好的见证和软弱 这么几十年走过来 这几十年走过来 都是神托着我 都是神托着我 是祂在使用我 是祂使用我 我想到我以前是一个说话结结巴巴的人 我想到我以前的说话都是脱脱脱脱的 现在我能够流畅地在这边分享 现在我能够在这里这么流畅和大家分享 我都感觉是神祂在坚固我 昨天我还在思想这个事情 昨天我还思想这件事情 我思想我自己真的非常感恩 我思想的时候我非常感恩 这么几十年真的是神带着我走过来 这几十年里真是神带着我走过来 而我自己软弱的却是一塌糊涂 如果我靠我自己的软弱真的会一塌糊涂 所以说神真的是有能力的神 所以神是真的有能力的神 祂会加给我们能力 祂会加给我们能力 让我们的侍奉和我们的身份相配 让我们的侍奉与我们的身份相配 好 最后一点 最后一点 就是请大家切切要注意 就是要请大家切切的注意了 我们可以像摩西一样 我们可以好像摩西一样 软弱 软弱 跟神讨价还价 同神讨价还价 在神面前耍赖 甚至在神面前耍赖 但是千千万万注意不要让神发怒 千千万万的要注意不要让神发怒 不要让自己在侍奉当中的软弱变成一种罪 不要让自己在侍奉当中的软弱变成一种罪 变成抵挡神的一个生命的内容 变成抵挡神的生命当中的一个内容 我想我们弟兄姐妹都有一个新意 我想我们弟兄姐妹都有一个生意 都不愿意让神为我们担心 都是不愿意神为我们担忧的 更不愿意让神为我们发怒 更加不愿意神是向我们发怒的 神是有恩典怜悯的神 神是有恩典怜悯的神 希望我们的软弱不要让神为我们担心 希望我们的软弱不要让神为我们担忧 更不要让神为我们发怒 更加不要让神为我们发怒 感谢神 感谢主 让我们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感谢你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你要选招使用我们 你要选招和使用我们 所以说你为我们树立了摩西这个榜样 所以你为我们树立了摩西这个榜样 让我们像摩西一样在你面前顺服 软弱不是我们不顺服的理由 软弱不是我们不顺服的理由 没有能力不是我们不侍奉的原因 没有能力不是我们不侍奉的原因 主啊 顺服是最重要的生命的一个学习 主啊 顺服是一个生命最重要的学习 因为摩西顺服了 因为摩西顺服了 他的能力就产生了 他的能力就产生了 口才也有了 口才也有了 也做出了侍奉的果效 也做出侍奉的果效 我们也在你面前 像摩西一样学习顺服 好自摩西一样学习顺服 求主来使用我们 求主使用我们 让我们活受生命的果效 让我们活出生命的果效 荣耀你的生命 荣耀你的生命 好在你面前向你交账 好能够在你的面前向你交账 这就是我们祷告 这个就是我们祷告了 祷告父母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 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圣命 阿们 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圣经 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圣经 祷告奉我充满天上的能力 让生活少尽些情和肆语 因为我愿为你去 成为我的生命 成为我的一生 成为我的一生荣耀救助 成为我的一生荣耀救助 让万国的荣华尽动诗色 沉我勇敢的心意 一目为止 因为我愿为你去 定恨首因我前行 我只愿和你心里 看完事为损失 受苦为消失 靠你的恩典站立 定恨首因我前行 我只愿和你心里 看完事为损失 受苦为消失 疼你的恩典站立 用生命与火为我实行 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 让生活收集写情和思雨 因为我愿为你去 成为我的一向荣耀救助 让幻国的荣华尽都失色 自我勇敢的心意 我愿意无畏惧 因为我愿为你去 定恨首因我前行 我只愿和你心里 看完事为尘世 受苦为消失 受苦为消失 靠你的恩典站立 你很熟 引我前行 我只愿 和你心意 看万事 为尘世 守护为消失 靠你敌人 天真意 神圣的爱 浓华我 神圣的火 熬灵我 神圣的使命 占有我 神圣的灵 引领我 引寒手 神圣的灵 我只愿 和你心意 看万事 为尘世 守护为消失 靠你敌人 便占你 成为我的一厢 荣耀救助 让万国的荣华 尽都失色 自我勇敢的心 已无为止 因为我 愿为你去 自我勇敢的心 已无为止 因为我 愿为你去 神圣的灵 前一次颂读 使徒信经 请一起众读 使徒信经 我信上帝 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上帝的独生子 因着圣灵感应 从童贞与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 被钉在十字架上 受死 埋葬 降在阴间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他升天 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活人 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耳公之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 阿们 请一同领受祝福 但愿赐平安的神 就是那瓶勇约之血 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 从死里复活的神 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 叫你们遵循祂的旨意 以后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 行祂所喜悦的事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 阿们 我今天为你祝福 我今天为你祝福 祝福 你当出去恐惧的事 因为这不是错的生涯 靠着耶稣 永不游动 我们一生没有答复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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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